大家好 我是煌靈 台版已經確定會復刻偶像大師了 這次會有專武 今天影片就來介紹一下這三位角色 也推薦一下要抽還是不抽 先從領開始 限定角色會嘲諷的前衛坦克 專武後的1技能 對前方範圍400內的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並小幅度降低物防魔防 然後嘲諷敵方全體 並中幅度提升自身物防魔防 持續12秒 專武提升了1技的傷害 破防量 以及多了會給自身雙防的效果 2技能使前方範圍400內的敵人陷入束縛狀態 持續2.5秒 EX技能 開戰時提升自身物防 最後是UB 對眼前一名敵人造成大幅度物理傷害 並展開一個約兩萬左右的物理魔法無效盾 專武屬性是血量 物防 魔防 嶺開場會先放2技控人 然後1技 再普攻 後續循環我就打在畫面上啦 嶺是一位比較偏向競技場的角色 戰隊戰基本上用不到 推圖也很難用 推圖很難用的原因是因為嶺不會自補 用她來坦會非常需要有補師補她 但如果隊伍裡有別人也在噴血的話 單補補師要補誰 另一位都很容易會倒下 所以嶺非常不適合拿來推圖使用 而在競技場坦克大致上分成兩種 一種是超級硬 可以靠硬度來拖時間防守 打長時間戰鬥的 另一種是攻擊性很強 可以在短時間戰鬥中取得優勢 來幫助隊伍在短時間戰鬥可以獲勝的 嶺的地位非常尷尬 她雖然1技會加雙防 專武又加血量跟雙防 但本身不會補血 沒有補師補的話 慢慢打也打得死 不適合拖時間組合 而在短時間戰鬥中 嶺開場的2技施放真的是慢到睡著 這邊放一場我昨天台版競技場的對戰 對面是用嶺的防守組合 這隊伍的想法是 珠希開場暈解法 這樣解法就沒辦法開場UB了 然後2號位的美東 開場會放控場控住對面的嶺 這樣子嶺就沒辦法開場暈住我方珠希 之後我方珠希被泳裝咲戀跟灰姑娘真步步TP之後 就可以放UB收掉解法 後面就隨便打了 這邊我畫面上實戰一邊放 一邊跟大家說競技場的基本姿勢 越早進場的角色會越早開始施放動作 這個優勢是很大的 當施放速度差不多的兩個角色 一個是第一個進場 一個是第二個進場 那肯定是第一個進場的會先放出來 而在很殘酷的控制對決中 施放速度越快的角色優勢越大 慢的角色就只能被控 一無所有 而在這場戰鬥中 美東即使是第二個進場 還是能斷到第一個進場的嶺的控場技能 而且珠希開場控制也算是很慢了 嶺的控場施放速度只要比珠希快 或是比第二個進場的美東還快 這場戰鬥就是對方嶺控制我方珠希跟美東 然後對面解法就會放UB毀滅世界了 所以說嶺打短時間戰鬥也不太行 放隊伍裡拖時間也不太行 我日版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在競技場遇到嶺了 總之 嶺有專武後沒有翻身 對所有玩家來說都是有愛再抽 下一個角色 有滿分笑容的矛月 限定角色 中衛輔助兼範圍輸出 專武後的一技 我方全體小幅度恢復TP 小幅度提升我方全體TP上升 跟大幅度提升我方全體物攻魔攻 持續12秒 專武沒有提升一技補TP的量 而是提升了一點點TP上升的量 從5提升到8 然後多提升了全體攻擊力的效果 二技能是以自身為中心 對範圍735內的所有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EX技能是開戰時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UB 對前方範圍735內所有敵人造成大幅度物理傷害 並中幅度提升我方全體物攻魔攻 專武屬性是物攻 物爆跟TP上升 卯月的行動順序是開場一技補完TP之後 二技打人 後續循環我就打在畫面上啦 卯月是個比較偏向戰隊戰的角色 會看到他上場大概有幾種場合 一種是在一到三階段在欺負第一階段王的時候 卯月會補TP又會加攻擊力 是個還不錯的角色 尤其是第一階段的動物標王 除了補TP跟加攻擊力 還可以打出一些傷害 是欺負第一階段動物標王的首選 而到了四五階段之後 卯月上場機會就比較少了 從卯月有專武之後 我是沒有看到他有在最高傷害的隊伍裡登場 高傷害手動刀幾乎沒人用 唯一看到的是在日版六月四王 物理隊在50%以上血量最高傷害物理隊會使用 不過這刀傷害被法隊海放 然後把王血量打到50%以下 把卯月換成萬聖靈可以打出更高的傷害 所以卯月跟高傷害手動刀的關係不大 四五階段會看到卯月通常是在懶人自動或是半自動刀 可以搭配賴皮克總隊來使用 也可以在懶人多目標王自動三連刀來使用 對於懶人自動玩家來說 卯月一到五階段都會用刀 算是還蠻實用的角色 但對於熱血 高傷害手動玩家來說 卯月大概就只有第一天 第一階段會用到 近四階段之後 卯月就沒事做了 總之 對於戰隊戰的玩家來說 鑽狗建議要抽 不夠就可以Pass 而對於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玩家來說 就有愛再抽吧 最後是活動角色 衛秧 後衛魔法輸出兼補師 專武後的一技能對眼前最近的三個敵人造成中幅度魔法傷害 距離越遠的傷害越高 並小幅度恢復自身TP 以及中幅度提升自身魔攻 持續180秒 專武增加了提升魔攻跟小幅度恢復自身TP的效果 二技能是以血量最低的友方角色為中心 小幅度恢復300內所有角色的血量 EX技能是開戰時提升自身魔攻 最後是UB 對眼前一名敵人造成特大幅度的魔法傷害 並大幅提升自身魔攻 持續18秒 衛秧的專武屬性是魔攻跟魔爆 技能施放順序跟循環 我就打在畫面上啦 衛秧是個很慢熱的角色 要慢慢把魔攻疊上去才能發揮實力 只適合打長時間戰鬥 日版我做衛秧測試時 我六星噴水流力還沒做出來 那個時候只有跟公主黑貓做比較 結果跟公主黑貓在傷害量打的是半斤八兩 問題是 公主黑貓會破防 衛秧不會啊 然後如果要跟不會破防的角色比傷害量 六星進化是海放衛秧 衛秧唯的優勢是她會範圍補血 但這招有點不太泛用 總之 衛秧有專武之後 我也沒看過有人使用過這個角色 對 所有玩家來說 就有愛在練 另外 由於台版這次競速 必須要上纏的角色 不知道為什麼不是卯月跟靈 而是衛秧 由於是復刻活動 應該隨便都能一回殺 即使放一等衛秧進去 應該還是能一回殺 到時候我會出個影片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一定要把衛秧練上去才能一回殺的話 那我就有點興致缺缺了 滑一堆資源練上去又不一定能拿到鑽石獎勵 不如直接放生 當作沒這回事 最後再說一句 偶像大師星耀季節在Steam上已經開放預購了 上市日期是10月14日 這款到時候我應該會買來玩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囉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and see you next time again we will see you next time